江西省上饶市雾园县 古属辉州府 处黄山余脉的环抱之中 雾园人巧妙地顺应自然地形 沿用古老的美食制作方法 将大自然恩赐的天然食材 通过巧手烹制成就餐桌上的美味 这是什么呀 哦 好香啊 晒秋大妈手端晒盘 在一排排悬空的木杆上 上演高空行走 哦 太厉害了 各式食材在阳光的作用下 晒出了怎样的好味道 又是什么美味 让物园人无法割舍 嗯 这个好特别啊 富饶的山中 到处是大自然的馈赠 哎呀 朴色坚硬的野果 如何能变身成为 清香嫩滑的豆腐 这么苦的苦度怎么能做豆腐呢 物园当地的红鲤鱼能站立 其中蕴藏了怎样的玄机 啊 真的可以立起来 要想激发鱼肉的鲜美滋味 还离不了哪种调味蜜料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粉墙带瓦的灰派建筑 和春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是物园留给人们最美的印象 独特的地理环境 孕育了丰富的物产 成就了众多美味 在物园县江湾镇黄岭村 有一种特色美食 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离不了 那就是物园粉蒸菜 这听起来普普通通的蒸菜 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想要知道答案 得先找一群身怀绝技的大妈们 你们好大妈们 好 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拿个熟 拿个熟 熟是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 就是我们这种意思 就是晒的东西 晒出来再拿来做好吃的 做好吃的 我看这好丰富啊 玉米 南瓜 辣椒 都有都有 好多 我发现大家 她头上戴的这个头巾 都好特别 好好看啊 我这里有一条 给你戴起来 真的吗 谢谢 咱们为什么要戴这个头巾啊 要盖太阳戴 盖风 盖风 盖灰 我戴上这个头巾 可以一块儿去干活了 走 走 味道调查员来的正是时候 正赶上大妈们 拿着大筐小筐的食材 要去晒秋 晒秋是把丰收采摘的 各种蔬菜 果实通过晒晒来延长保质期 因为黄岭村地势崎岖陡峭 气候潮湿 食物不易保存 可以利用的狭小空间都建满了房子 根本没有宽阔平坦的晒晒场所 既然地面不能晒 那就在空中晒 于是家家户户的屋顶就伸出了一排排山木杆 食材平铺在大大小小的晒盘上 端到木杆上晒晒 村民们用一年来丰收的成果 把黄岭描绘成五彩斑斓的画卷 这个就是您说的晒房是吗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晒房 我发现了就屋顶上挂的都是晒好的玉米 那咱们这个晒秋是只有秋天才会晒吗 不是 冲夏秋冬都有的晒 白菜都造冲天不是开花了 把它切得晒出来做那个梅干菜 夏天就是竹笙把它挖来再把它晒干 秋天的时候辣椒 再还有南瓜好多东西都可以晒 对 我看那放了好多南瓜 那就有南瓜好多东西拿来晒 听您说完这个咱们是四季都会晒 食令的菜和食物 而且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晒 你拿上来 我的天 好沉啊 一 二 三 三 三 你要自己挺着 那就拿下 你这样 好多人是 味道调查员这才意识到 轻松端起十千克的晒盘 并保持平衡正是晒秋大妈的绝技 然而汪大姐却告诉她 另外一位晒秋大妈粘缝香 还有更厉害的功夫 这个也太大了 你看我身高是一米七五 我觉得这晒盘就有 直径有一米七了 这个一个人绝对拿不了 可以了 你看看这个阿姨的 她都七十了 她都可以了 您能把这个晒盘拿起来吗 太厉害了 不仅如此 沾冻香还可以端着装满食物的晒盘 在悬空的晒杆上来个灵波微布 看着这灵活的步伐 谁能猜到她已经七十岁了 看着沾大妈行云流水的动作 未到调查员也不禁想要尝试一下 不是你说我到底是先卖左脚还是先卖右脚呢 好怕 站在这儿我感觉这个杆特别地细 特别地细 对 就只能拿这个脚中间足弓的那个地方卡着它 就如果说想要挪动其实很困难 阿姨好像是竖着站的 竖着站 竖着站 我试试啊 竖着站呢就是可以操作端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保持平衡比较难 我还是先换过来吧 横着站 我试试往前多走两步啊 挑战一下 真的太吓人了 我都拉到没事了 因为这就跟在房顶上飞人走壁一样 没事 我站在这个地方 俯瞰黄岭 感觉站在山顶 经过简单的练习 味道调查员终于掌握了在晒干上平衡的技巧 这些经过晾晒的辣椒 南瓜等等各种蔬菜 就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物源蒸菜的主要食材 同时经过晾晒的大米磨成粉 拥有着纯粹的口感与质地 也是制作物源蒸菜不可或缺的食材 与蔬菜一同烹制 既饱腹 粮食又能吃得更久 而汪大姐做粉蒸菜 还会用到另外一种重要的食材 在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就可获取 坐在这儿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紫苏 平时蒸鱼的时候都会放 可以 蒸鱼蒸乐都可以 所以咱们今天做那个蒸菜也需要用到吗 需要这个 揪下来就可以了 好香啊 好香啊 对 紫苏叶的味道和薄荷相似 是用途广泛的香料 可以搭配肉类 家禽 水产 也可以用来配蔬菜和瓜类 物源粉蒸菜最具知名度的代表就是粉蒸肉 绵软的米粉和提神醒脑的紫苏 给猪肉做配角 将会融合出怎样特别的口感呢 选用物源当地的苦猪肉 加糖 盐 生抽 料酒和老抽 最后加入切碎的紫苏叶拌匀 腌上20分钟 接下来就是要裹上米粉 这个要怎么放呀 哥哥你不能打滚 打滚就那个紫苏叶要掉下来的 哦 掉下来就是不好了 那就是只能把这个肉放进去 拿米粉把它给盖住 裹上磨好的米粉 猪肉 米粉 紫苏 浑然一体 每一块肉都是银庄素裹 等待入锅蒸制 蒸是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 在物园只要有了米粉和紫苏的助力 什么都要蒸 什么都能蒸 哇 我刚刚看到一盘花放在这儿很漂亮 我以为是要用来摆盘装饰的 这也是一道菜吗 嗯 里头也是猪肉 嗯 这个好特别啊 这把肉包在南瓜花里面 阿姨 咱们这是在忙活什么呢 我这个是腊肉 香肠 腊肉 香肠 这上面是梅干菜 哦 腊肉 香肠跟梅干菜一块儿折 雪白的米粉 芳香的紫苏 让本不相干的花草 肉类 辣椒 茄子 末路相逢 最终有殊途同归 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 碰撞出变化多样的美食 苦素的外表下味道繁复醇香 哇 好香哦 好像多吃一点 嗯 你在做的时候我看 我想肥肉那么多 我可能不敢吃 蒸完就好吃了 蒸完好吃了 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它的肉感就有一点像 就是炖烂了的鸡肉 对 对 对 很软糯的 对吧 好吃的 一块粉蒸肉入口 紫苏的清新爽口 鱼五花肉的浓郁香醇相得益彰 碰撞融合形成复合口感 令人久久难忘 这个是腊肉 腊肉是咱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腊肉 南瓜热角腾 我最爱吃的是这里面的梅干菜 汪菊兰和这些晒秋大妈 无论是提着重物爬山 还是爬到房顶晾晒 总是洋溢幸福的笑容 它们心平气和地 用生活的智慧 去面对崎岖的自然地形 如今 随着物源美景和美食 凝气越来越大 它们的晒秋场所 成为了网红景点 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这一餐简单 质朴 米粉混杂着紫苏的香气 从物源人丰收的喜悦一起 融化在辛勤劳作一年的人们的心头 据当地人介绍 在物源 有一种豆腐 不用一粒豆子就能做出来 滋味清香 口感爽滑 那这种特殊豆腐的制作 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独特记忆 回到调查员 找到了一位制作高手 我的豆腐 我的豆腐 这里是物源县 浙元香 灵脚村 詹薇从小在这里长大 小时候 奶奶常常带着她 一起制作这种特殊豆腐 詹薇说 制作特殊豆腐的第一步 不是磨豆子 而是先要上山捡野果 带着同样充满好奇的孩子们 大家一起上了山 没想到 詹薇在一棵其貌不扬的大树前 停下了脚步 这么高啊 那我们要怎么爬上去摘啊 不用爬 它到九十月份的话 它会自然 结果是然后落下来 这棵高大的树上掉下的果子 就是制作特殊豆腐的原料 土猪果 它的外表与板栗类似 通过曝晒 土猪果黑色的硬壳裂开 里面就是白色可食用的果仁 不是很苦啊 不是很苦吗 越嚼越苦 对 哇 苦到舌头根 这又苦又色的苦猪果 怎么能做成豆腐呢 用它做出来的豆腐 味道会不会也是苦的 味道调查员带着满脑子的疑问 跟随詹薇回到了村里 哇 好沉啊这十年子 哇 转 转就好了 这 该有大几十斤 但是在里面转 还挺轻松的 对 因为它是滚动的 制作苦猪豆腐的第一步 是用石碾子把外壳碾碎 随着石碾子顺时针动 白色的果仁逐渐与棕色的果壳分离 再经过筛选去掉外壳 差不多可以了 这上面现在剩的都是果实了 这么苦的苦猪怎么能做豆腐呢 它是要先泡 我们是要泡一粥 每天煎着换水一直泡着 泡完之后它就发开 发开之后开始做下一步 再给你摸 捡苦猪磨豆腐 做了豆腐香又甜 用泡软的苦猪果磨成姜 这个步骤和用黄豆磨豆浆很相似 只是磨出的姜水 不是普通豆浆的奶白色 而是黄褐色 你可以闻一下 它是不是有一个淡淡的黄豆味 有那种生青豆子的味道 对 确实是有 小朋友 扯好 扯紧 传统意义上的豆腐 需要借助盐卤 石膏等外力作用 使分散的蛋白质团力 凝聚为豆类蛋白质 而苦猪豆腐的成型 则没有点路的过程 磨好的姜水倒在大锅里煮 不停地搅动 由于苦猪果实中富含淀粉 淀粉将预热糊化 逐渐变成粘稠的酱苦状 再倒进模具定型 颜色进一步加深 变为酱褐色 这是苦猪豆腐的专属标志 质地类似凉粉或抹芋 细嫩粉糯 热锅烧油 加入料酒 酱油 放入红椒丝 蒜 姜 苦猪豆腐和少量水 一道苦猪豆腐炒红椒 简单易做 味道富裕芳香 将苦猪豆腐切块 放入蒜末 辣椒末 通花 料酒 盐 味精 生抽和老抽 又做出了一道凉拌苦猪豆腐 爽口开胃 这个是炒的 这是凉拌的 尝尝味道 现场哪个好的 现场凉拌的 现场凉拌的 对 现场凉拌的 咱们今天亲手做出来的豆腐 跟早上的那个苦猪子对比起来 就是那个味道天差地别 天差地别点个不苦 而且口感其实就是跟凉粉 凉粉上面Q弹的很 Q弹的 很七够凉粉那种感觉 这个热的话 它那股就是 咱们下午磨浆的时候 那苦猪子的 那个特殊的味道 就出来了 这个吃起来更软 对 更糯 那个是有嚼劲 Q弹 这个是更糯一些 对 苦涩坚硬的苦猪果实 为什么在做成苦猪豆腐后 毫无苦味了呢 原来关键在于浸泡 由于苦猪果中含有柔酸 味道苦涩 柔酸可溶于水 经过长时间的浸泡 苦涩味就能消除殆尽 苦猪含有丰富的可消化蛋白和氨基酸 是纯天然的山野真修 我两个都喜欢 那你呢 两个都喜欢啊 如今 每当尝到清新爽口的苦猪豆腐 总会让詹薇想到奶奶 这是让她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人们在劳作实践中创造的菜肴 代代相传 不改本色 今天仍被保留在绵延的乌瓦回廊之间 是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 在物园的特色美食中 有一道寓意吉祥的清蒸荷包红鲤鱼 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清蒸鲤鱼很常见 但这荷包红鲤鱼 究竟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想要揭开谜底 得先去中云镇坑头村 找一位叫做詹荣斌的大哥 詹大哥你好 你好 您在忙活什么呢 我在捞鱼 哇 您家鱼汤好清啊 我们家鱼汤都是用的活水养的 那个鱼好漂亮 这是什么鱼 那个鱼是一个荷包红鲤鱼 荷包红鲤鱼 对 它旁边还有一条黑的 然后比它还要大两倍的 那个是什么鱼 那个是叫草鱼 草鱼 但是能养这么大 这个养的时间也不短了吧 这个可能差不多十年了 这条鱼差不多有二十斤 詹荣斌介绍 它养殖的就是物源最有特色的 荷包红鲤鱼 这种鲤鱼究竟与荷包有什么关系 詹荣斌说 这需要味道调查员亲自捞一条上来 近距离观察 这个鱼网还挺沉的 不太好操作呢 跑了 对去那边守着它们 哎呦 哎呦天哪 这鱼跑得还挺快的 哎呀没有 你从那边把它往这边擀 哇 捞到了 跟那个捞上一条 哎呦 它好活泼呀 活力四射的这个鱼 还真是 它没有什么腥味 对对对 这个荷包红鲤鱼 好漂亮啊 对啊 尤其现在太阳底下 它这个金色的鳞 而且肚子很大 对 仔细观察这条荷包红鲤鱼 它通底色则鲜红 在阳光的照射下 泛出金黄色 头小尾巴短 肚子却鼓鼓的 像一只鼓鼓的荷包 正因为这种鲤鱼的特殊体型 才被启名为 荷包红鲤鱼 这鲤鱼不仅外形独特 还有一项独门绝技 可以站立起来 究竟是真是假 一会儿做菜时 就可以验证 养鱼捕鱼 詹荣斌大哥在行 但是要说到烧饭做菜 还得请詹大哥的媳妇出场 他最擅长的 就是做荷包红鲤鱼 大姐 我听说咱们这个荷包红鲤鱼 还能立起来 是真的吗 是啊 可以立得 很好立起来 还很好立起来 真的假的呀 我来试试 它怎么老往下掉呀 为什么我就立不起来呢 头和尾巴先放平 好厉害 我真的可以立起来 这太神奇了 原来荷包红鲤鱼之所以能够站立 正是它圆鼓鼓的大肚子起了作用 它是鲤鱼中的一种 相比于普通鲤鱼 荷包红鲤鱼的腹部更为宽厚 底部正好可以支撑在桌子上 实现站立 而且这种鱼非常适应 雾园山间的溪水环境 颜色也比一般红鲤鱼更艳丽 在雾园 荷包红鲤鱼一向被视为 吉祥喜庆之物 哇 这个红包鲤鱼颜色这么好看 特别适合逢天过节的时候吃 感觉很喜庆 我家今天米酒开钢了 所以弄一条红包鲤鱼请注意一下呀 真的吗 嗯 太好了 那我真有口福了 潘大姐让我别着急 做这道清蒸荷包红鲤鱼 还少不了一样灵魂调味料 原来潘大姐的老公詹荣斌 经营着一个米酒作坊 出产当地有名的坑头米酒 浓香甘烈 广受欢迎 潘大姐的清蒸荷包红鲤鱼 最独特的密料 就是老公亲手酿的米酒 咱们现在是不是刚好赶上 开第一缸酒的时候啊 对对对 哇 太荣幸了 那今天我就跟您一块来 把今年的新酒给开开 潘大哥 我可是听说您有一个绝活 叫听声叛酒 对的 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把这个 竹篓子就是擦下去 我中间挤那个声音 就是像全身一样 那个酒肯定是好酒 是不是 哇 詹荣斌大哥酿造出的酒 被很多米覆盖着 不好看出酒的好坏 而这一招绝活叫做听声叛酒 新开钢的米酒 用竹篓绿酒的时候 如果声音如水流川洞般 清脆连贯 便是好酒 好喝 甘甜的啊 特别甘甜 好 好酒 取来了新开钢的米酒 潘元英大姐终于可以开始制作 清蒸荷包红鲤鱼了 接下来我们就摸一下盐 盐 然后再摸一下我老公酿的这个酒 就是刚刚咱们尝的那个米酒 将放好调料的荷包红鲤鱼放入锅中 旺火蒸制20分钟 米酒不仅可以去腥 而且米酒和鱼肉中的脂肪相遇产生止化反应 能够生成带有芳香的物质 几乎是最简单的加工方式 作为普通的配料 却保留了极致的鲜味 平凡的食材改头换面 被赋予了新的风味 物园人把米酒和鱼的组合 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酿出来的米酒可以做清蒸鱼 连酿酒剩下的残渣 酒糟 也可以拿来和普通草鱼 做出另一道名菜 酒糟鱼 将鱼切成小块 拌入食盐 腌制一天 并晾制半干 之后放在炭火上熏烤 进一步脱水 鱼肉收紧 变硬 颜色也从晶莹剔透的白色 变为焦黄色 再拌入酒糟一同高温蒸制 鱼肉的纤维组织开始呼吸 酒糟的味道长驱直入到鱼肉里 蒸熟后再加上干辣椒 淋上热油 拌匀就可以食用了 红鲤鱼上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肚子 比别的鲤鱼感觉要大很多 现在我发现了它这肚子满满的都是肉 荷包红鲤鱼色泽红亮 肉质肥美细嫩 鱼汤鲜香微甜 香而不腥 养殖年头越长 经过长时间的烹制 食用时就越会有胶质粘醇感 滋味润泽满口干香 而酒糟鱼则香辣浓烈 肉质酥软 开胃下饭也适合下酒 我觉得这个米酒超级好喝 我酿酒也酿了好多年了 就传给我老婆的支持 没有她支持我也酿不到这么好的酒 对 但是没有您的这米酒 潘大姐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鱼 没有 我酿说好久 她也做不出这么好吃的鱼 所以说相辅相成嘛 对对对 来来来 老婆辛苦了 吃点 丈夫用坑头吸水 酿坑头米酒 妻子又用开缸的第一碗米酒 制作这道清蒸荷包红鲤鱼 火红喜庆的一道菜 融会了夫妻二人 对美好生活共同的憧憬 也寓意着丰收富足 幸福吉祥 菜刀与砧板 炒锅与炉火之间 尽数神间至味 元旦片 家乡好风味 春节片 中国年味 清明片 春天的味道 武艺片 将心独到 端午片 香飘端阳 中秋片 家乡中秋味 国庆片 国庆片 金秋 好风味 42集大型美食文化纪录片 2022 有味道 精彩呈现 物园 人们最初会赞赏她华美的外貌 而后会惊叹于她醇厚的饮食 黄岭村山市崎岖 依然抵挡不住晒秋大妈们对美食的热情 她们将裹满糯米粉的食材 蒸出了阳光的味道 她的肉感就有一点像就是炖烂了的鸡肉 对对对 很软糯的 对吧 好吃的 90后的小伙张威 学着奶奶的做法 将掉落在深山的苦果 做出了亲情的味道 提起物园 人们的第一印象 往往是春天盛开的一片片油菜花海 而真正了解物园的人 则不会错过秋冬时节的美景 此时物园的山野田间 另有一番别样景致 自然的馈赠 富饶丰厚 当地人用祖辈沿袭下来的独特方式 烹制出一道道美味 临近腊月 墓园的山林间藏着什么好食材 还有如何化身成为一道河口小吃 还有一点点像芒果的味道 但比芒果要酸一些 像芒果加柠檬的混合 一张巨网深藏水下 古老的捕鱼方法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向来跟人拔河 感觉对面占了三四个大汗的那种感觉 削竹签 雷吐灶 里坑村民用一种什么独特方式 制作经营剔透的烤肉 一路两边有那么多竹子 为什么您偏偏要挑这儿的竹子呢 跳下来 好重啊 味道调查员将继续在江西雾园的味道之旅 在古朴的村落中寻找岁月沉淀下来的特色美味 正荣儿 本名正荣荣 是土生土长的物源90后姑娘 平时喜欢把家乡美食的制作过程 拍成短视频发布到网上 在她众多美食视频中 物源特色的小点心成为点击量最高的作品 这甜蜜又美味的点心 究竟是怎样制作而成的呢 味道调查员要亲自去看看 你好 你好 你是正荣儿吗 对 来 坐 谢谢 这么多好吃的 都是你做的吗 对 你可以尝一下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我们物源的当地小吃 这个你应该见过饼干之后 麻花饼干 这个我在你视频里看到过 这个是吧 这个米糕 这个呢 长得有点像牛皮糖 你尝一个 很好吃 但是我吃不出这是什么做的 就酸酸甜甜的 而且有一股清香 这酸酸甜甜的小点心 究竟是用什么做的 郑荣儿说 制作这种美味糕点的原材料 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大山里寻找 别看郑荣儿穿的仙气飘飘 出行方式却让人大感意外 在经过一番颠簸之后 郑荣儿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山林前 荣儿 咱们这还得爬多久啊 是 还得走两三公里呢 两三公里 要的 慢一点 踩到中间那里 究竟是什么宝贝食材 隐藏在这么偏僻的深山里 磕磕绊绊走了大约一小时后 郑荣儿终于停了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坡是非常的陡啊 非常陡的一个坡 可以给大家拍一拍下头 所以说摘野果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个没有树叶子 就是酸枣树了 冬天叶子都掉完了 但是还有酸枣在上面呢 原来备数欢迎的小点心 就是用这深山里的酸枣 做成的酸枣糕 这些黄灿灿的果子 就是南酸枣 和北方的酸枣大相径庭 北方酸枣树通常为灌木 果偏小 成熟之后为红褐色 而南酸枣生长在十几米高的树上 个头偏大 成熟之后为金黄色 每年秋季 当南酸枣逐渐成熟 就会从树上自然掉落 你看它像什么样 已经非常熟了 我这个比较好 对 你那个颜色金黄的 我这个有点太熟了 像枇杷吗 是有点像小枇杷 你可以吃一个尝一下 还挺好吃的 好吃吧 不是特别酸 它会有一种酸酸甜甜的 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个是熟过了 你看说它那种绿色的 那种就特别的酸 还有一点点像芒果的味道 但比芒果要酸一些 像芒果加柠檬的混合 但是它的维持力是特别多的 比橘子的含量还高 南酸枣和大肉少 果肉较薄 软软糯糯 咬上一口 只觉得舌头一软 口水立刻流了出来 它的酸味物质刺激着味蕾 让人瞬间胃口大开 郑荣二介绍说 相比其他甜蜜野果 这样的味道 很难让人第一口就喜欢上 于是做成酸酸甜甜的酸枣 才更受欢迎 可以 我们回去吧 好嘞 走 咱们剪那些够用了吧 够了 采集完南酸枣 郑荣二和味道调查员 心满意足地回程了 将南酸枣放到锅里煮烂 煮至果皮裂开 此时南酸枣变得软烂 淡黄色的胶制果肉 从外皮的裂缝中入出 犹如一颗颗圆润 很饱满的玛瑙 咱们这是要干嘛呀 我们现在把这个果肉给它捣碎 把里面的盒给它捣出来 来 我来帮你捣一捣吧 感受一下 这么多酸枣 这得捣到啥时候去呀 的确捣完以后 很容易就把这个糊给拿出来了 对 而且它这个果肉好黏啊 都粘在我手上了 有点像酱火 对 果肉的话都会比较酸 最多的维生素还是在皮上 所以我们把皮留着 对 很有营养 制作酸枣糕可以带皮 也可以去皮 全凭个人爱好 接下来是让南酸枣油酸变甜的 关键步骤 我们要放这么大一碗糖吗 因为它是酸肠嘛 那肯定还是非常酸的 所以我们要用糖来中和上它的酸度 南酸枣糕的做法不是一蹴而就 而想要做成美似琥珀 酸甜可口的酸枣糕 还需要风和阳光的助力 当酸枣糕和糖充分搅拌均匀后 平铺在大煮扁中 自然风干的过程中 水分减少 甜味渐浓 嫩糯细腻的酸枣糕就完成了 怎么样 鲜甜味美 好吃吧 上午刚刚吃完那个新鲜的酸枣 特别酸 然后再吃这个酸甜可口的酸枣糕 反差特别大 制作好晒干的这个酸枣糕 它工作的是带着一股那个梨子 有点秋梨膏 梨子的那个香味 有点膏状 对 我更喜欢这个口感 晚饭过后 郑荣儿家的厨房突然热闹起来 原来邻居大姐们看到郑荣儿 一直坚持在网络上推广家乡美食 也在空闲的时候过来帮忙 相互传授经验 我这个是物园客厂 叫芝麻片 大家一起动手制作另一种物园小吃 糯米紫糕 糯米蒸熟 放入盐和猪肉 趁热打入鸡蛋搅拌均匀 用煮好的粽叶包裹起来 压紧压实 再放入锅中旺火蒸熟 鸡蛋金黄的色泽留在糯米上 这是收获的颜色 粽子叶似有似无的清香 混在糯米的温软之中 令人回味无穷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物园特色小吃 糯米紫糕 让我们一起为物园的大山美食代言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南酸枣糕来自于大山之中的美食智慧 流行于数字时代的网络传播 物园人面对生活 就如这酸中带甜的南酸枣糕 如果滋味太酸 那就往里加点甜 古人的美食智慧 不仅能把深山里的酸味野果 变成甜蜜美食 还能用一种巧妙的方法 让水中的鱼儿自投罗网 物园线珍珠山香秀水湖 以纯净的湖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著称 这里的渔民 至今还在使用一种 团承了千年的捕鱼工具 它到底长什么样 如何让鱼儿自己游入网中 带着疑问 在萌萌细雨中 味道调查员来到了秀水湖岸边 师傅 您这是在干嘛呢 身体缩衣 头戴斗笠 这位捕鱼师傅 好像是从国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他的装扮更加激发了 味道调查员的好奇心 您这穿的是什么呀 这树衣 今天早上下雨了 哦 就是下雨穿的 这上下两个还是一体的 两层 刚刚看您穿以为是个上下两件套 其实它都绑在一块了 可是底下这个小裙子是为什么呢 这个两腿啊这个宝货啊这个鱼 和着横的来 哦 也挡住了 这样的话如果下雨也不用打伞 也不用披雨衣 披个缩衣 干活嘛 干活方便 以前的干活方便嘛 这个手活动啊 这捕鱼工具究竟长什么样 仔细观察水面 味道调查员只发现了 插入水中的几根竹竿 夜水柜师傅看出了他的疑惑 告诉他 这捕鱼神器就藏在水下 想要一堵真容 可得需要花点力气 拉这个 这个要放开 我看底下还都绑了这个铁链 固定它 哎呦 这个力气 像在跟人拔河 感觉对面占了三四个大汗的那种感觉 说是要花点力气 没想到 只是味道调查员一个人花力气 要想拉动这六七米长的竹竿 不知它能否应付得了 好重啊 而且它不仅重 因为它这竹筏站不稳 我发现了 您是一边拉一边把绳子踩在脚底下 对吧 这样就能固定起来 这样轻松多了 原来这种捕鱼神器叫做搬增 是利用了杠杆原理来升降鱼网 竹竿的一头固定在船上 另一头连接着巨大的网爪 通过绳索牵动长长的竹竿 就可以带动四根巨大的网爪 升起鱼网 过去绳索是直接系在竹竿顶部 需要大力才能拉起鱼网 现在装上了定滑轮 让拉网变得更省力 怎么样 这好凉码 好 这太不容易了 竹竿升起 湖水退去 一张巨网浮出水面 也带出了这一网的收获 叶师傅 我来帮您捞两条吧 好的 叶师傅 这条这么大的鱼是什么鱼啊 胖头莲 胖头莲 胖头鱼 吸引胖头鱼游入鱼网的 正是这些像小饼干一样的鱼饵 它们是油方里榨菜籽油以后剩下的残渣 用作鱼饵也算得上是便费为宝 勿尽其用 班增因为简单易学 省时省力 在当地也被称为懒汉增 代代传承 沿用至今 正说话间 原本的萌萌细雨逐渐变成了大雨 叶师傅招呼味道调查员到棚中避雨 他说今天还有一件重要事情 他要等一个人 这是我们大厨 这位就是大厨是吗 来 来 拉鱼了 大学年好 有一两条特别大 两条 那我就跟着您去做鱼去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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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叶师傅是在等他的老主顾 厨师方国根 当地做鱼的一把好手 有着二十年的做鱼经验 这么多年来 他只认叶水贵家的鱼 渔民与老主顾的友谊 就像江湖上大侠之间的惺惺相惜 无论风里鱼里 他都会在班增上等你 方国根最拿手的一道菜 就是物园当地的水煮鱼 每天限量制作 穿味水煮鱼大家都不陌生 但这物园版的水煮鱼 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方大哥 鱼处理好了 这是咱们上午刚起的鱼 对对 这个鱼非常的好 为什么您一直去 这个秀水湖这买这个鱼呢 这个鱼你看一下 非常的黑 它的颜色是吧 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凑 证明它这个年份有点长 那您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鱼的颜色越黑 就证明它的年份越久 是吗 对对对 一个年份久 而且它水质好 胖头鱼有名花莲 它头部大 身体扁平 粉白色的鱼肉 新鲜细嫩 一刀切下去 爽滑脆弹 鱼肉如果冻一般 富有弹性 晶莹剔透 激发着人们的食欲 令人渴望 唇齿和鱼肉之间的碰撞 这个我看好像是猪油吧 对 要放点菜籽油 然后再加点猪油 那岂不是香得不得了 对 瞬间那个鱼香味就出来了 对 但是这个鱼 是不是不能煎太久 稍微煎一下 两边金黄就可以了 用本地出产的 菜籽油和猪油 大火煎透鱼肉表 六七分钟嘛 六七分钟快好了 对 而且你看 它那个汤都是金黄色的 因为有那个菜油 菜籽油炒菜真的很香 不原菜 口味重香 鲜辣 在色彩上 喜欢红绿相间的热闹 出锅前放入青椒红椒 颜色鲜艳跳跃 又增加了鱼汤的清香 不像川味水煮鱼 追求鱼肉厚重的麻辣滋味 不原版的水煮鱼 讲究的是 既要吃鱼肉 又要喝鱼汤 口味相对清淡一些 嫩吧 这个鱼肉 特别嫩 我本来还想着 如果说煮了这么半天了 那个鱼会不会煮老了 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担心 不会的 这个鱼越煮 它越露味 而且味道会更好 这个鱼汤会更鲜 我们这边有个图画 听不懂 听不懂 这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打鱼的比打猎的要好一点 因为打鱼的去了多少都有一碗鱼汤 打猎是不是经常会空手 是吧 所以打鱼的比打猎的好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弄鱼好过打猎 没有一碗也有一别 这是在秀水湖畔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 秀水湖从来不会辜负勤劳的人们 掌握了自然规则的人们 更加不会辜负来自秀水湖的自然鲜味 独月乐不如众月乐 一同分享美食 一同体会人生百味 历久民心 雾元县秋口镇里坑村 人们对它的印象是一座 拥有小桥流水的古谱村落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这座村子里 隐藏着一道流传已久的秘制烤肉 这道烤肉需要用三种特殊的油 和十一种香料调配出的秘制调料进行腌制 口感极为特别 要想品尝这道烤肉 就要去村子里找一位姓叶的师傅 叶大哥 你好 你来啦 您在干嘛呢 我在摘肉呢 叶进宝 村里仅有的几位会做这道菜的人之一 这道秘制烤肉选用的是猪五花肉 猪肉在腌制之前 要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晾晒 把肉中的水分蒸发 腌制的时候更加入味 这个白白的我觉得像是猪油 是的 这是烤的时候用吗 就现在腌制的时候就用油 腌的时候就用油 对 烤肉见过很多 但是在腌肉的时候就放油了 还是投回见 这是猪背上的油 猪背上的油 为什么专门挑猪背上的油 必须要猪背上的油 它烤出来就很香 猪油 山茶油和芝麻油 可以让烤肉的香味更加浓郁 再加入辣椒酱和桂皮 八角等十一种香料调配出的调味料 这道烧烤被赋予一个响亮的名字 李坑赚肉 李坑赚肉为什么这么好吃 就是因为有这些配料 还要鲜加油 用这样子形容肉的 只有李坑赚肉 也就是这个肉是最好吃的一种 但在腌肉的时候 就要加入这么多种油 不禁让人担心 这五花肉吃起来会不会太腻 叶师傅让味道调查员放心 油脂会在烤制的过程中吸出 而这众多调料中的香味 正在向五花肉中逐渐渗透 哇 这么高啊 就在等待肉腌制的时候 叶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 这道烤肉要想成功 还有一个关键步骤 需要到后山上砍竹子 劈竹签 这竹签难道还有什么门道 就是这片吗 是的 让山一路两边有那么多竹子 为什么您偏偏要挑这儿的竹子呢 你看一下吧 跟那些竹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个竹子长得密 所有的竹子都挤在一起 那两边的竹子就是 熙熙散散地长着 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个不同了吧 这个竹子 那普通话来说 它就是叫虫生竹 叶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 本地的这种虫生竹 粗细均匀 适合做竹签来穿肉 而且还会在烤制以后 散发出竹子的清香 正好可以中和猪肉的油腻 哪个合适 多一些给你闻一下 好 新鲜的竹子 真香 这尝起来里面有点像甘蔗的味道 甘蔗的那种清甜的味道 用这个来烤肉的话 可以给肉带来清香的味道 好 今天我们砍了不少呢 这么多够了今天 够了吗 回去吧 好 采集回来的竹子 砍成40厘米长的竹签 接下来穿肉的过程 则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 咱们为什么要先用这个木筷子 把肉扎过去 先给它引个洞 为什么不直接用竹子穿过去 它因为那个竹子里面是空心的 空心的它就有 你如果穿了它就有阻挡 阻挡那你就 尝不透了 我不信 我试试 可以啊 我还不信了 这竹子还穿不过去吗 这有点困难啊 穿过来了 嗯 穿过来 但是你这个你看 你这个尖都是偏的 就是如果我要是用竹子穿的话 我就控制不了它的走向了 对对对 我发现还是你那个方法科学一些 因为我这个把它削尖了 虽然能穿过来 但我发现这竹子 中空的这个部分 里面全是肉 就浪费到竹子里面去了 是的 一切准备就绪后 终于可以上造开烤了 这个时候才是体验 厨师功力的关键时刻 这个一般正常的 不能少于四个小时 要烤四个小时 开始是这样做 这种明火 大概十分钟 油滴下去火就越来越大了 对 十分钟以后 在上面搞灰 灰 火到小火 控制那个火量 对 再慢慢烤 大火烧烤 肉中的油脂被迅速逼出 这时要千万小心 火烧得太旺 不仅会把肉烤焦 甚至可能把竹签烤断 需要随时翻动 此时烤肉的滋滋声 翻滚的热浪 再加上浓郁的肉香味 吊足了人的胃口 哇 好烫 这个就是您说要 往里添的灰什么 对 就直接往里撒吗 来 往里撒 好 现在火已经没有了 此时猪油 山茶油 和芝麻油中的芳香物质 在热力的作用下完全释放 十一种调味料的富裕滋味 已经充分渗透在烤肉中 而熏烤的木炭 又为烤肉增添了一丝 淡淡的木质清香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以烤木炭灰产生的热量 慢慢逼出最原始的肉香 烤出来的油滴到灰里 又会增加灰的热量 循环往复 炭火不灭 叶大哥介绍说 物园当地制作烤肉的方式很多 大家一般都喜欢用炭火 当地还有另外一道 完全不见火星的烤肉 叫做火烘肉 腌好的猪肉裹上米粉 摆放在烤笼上 在炭火上撒一层米糠 米糠在炭火中细细燃烧 利用烟雾带来的热量 将肉慢慢烘熟 无论是里坑转肉还是火烘肉 精准的控制火候都至关重要 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炙烤 这道由蜜制香料制作而成的菜品 终于要揭开神秘的面纱了 这道菜是今天叶晋宝家家宴的主角 你尝一下吧 好 吃起来就是它表皮很脆很焦 外酥 外面是酥 里面是嫩的 里面是嫩的 对的 而且它还有一点筋 就嚼起来是很弹牙的 果然好吃的是需要花功夫 花时间的 在过去 村里人只有逢年过节 才能吃上点肉 而里坑转肉这样的硬菜 更是只有祠堂祭祀 或者重要节庆时才会制作 叶晋宝的父亲正是从祠堂里 学到了这道烤肉的制作方法 并且把它交给儿子 如今 叶晋宝也只有在全家人 团圆聚会的大日子 才会费功费力地制作这道菜 悲战之间欢声笑语 此刻的相聚 人们借助食物 紧紧依靠在一起 我们下期见